有史以来最满眼角色。 吴康人伤脑筋。 吴康人在片中饰演法医周健生。 图阔式电影,2010803.13。 台湾难得一见的新型议题电影引爆点,在出发去参加香港国际影视展的行前记者会上,导演庄景和监制马天松一起出席,并在现场透露,男主角吴康人和女主角姚以提,在片中将有许多感情戏上的爆点。 导演庄景表示,因为片中男,女主角分别是法医和检察官,这在之前台湾电影是比较少出现的职业,所以两人在演出前,必须跟真实的法医与检察官实习。 导演说,吴康人要演的法医讲话都很慢且谨慎,但为了表演的节奏考量,我又要他讲台词时要快而精准,所以让康人伤透脑筋,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难演的角色。 此外,片中男,女主角的感情戏也受到关注,导演透露,康人何以提在电影里是曾定过婚的未婚夫妻,但是他们因为某个原因分手了,这个原因是电影的爆点之一。 随着剧情发展,男主角后来才知道真正的秘密,有了这样的关系前提,两人刚开始见面时是针锋相对,但是案情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,爱恨情愁又一一浮上台面。 吴康人和姚一提,哟,感情戏充满爆点。图括是电影,20101803.13。 引爆点描述于您阿海被发现在一场大规模的抗争活动中自焚身亡,这场由陈县长带领的抗争迅速成为媒体焦点,阿海成为全国舆论英雄,污染于村多年的通莲石化,也因此遭主管机关勒令停工处分。 自焚案的主办检察官金照明不敢轻忽,但周健生解剖阿海尸体后却发现诸多疑点,展开调查发现惊人真相。